大家好,莎姐 今天要分享一個生活上的小細節 為什麼會分享呢? 就是昨天上班 看到一個婆婆拖著她的孫子 我婆婆用類似的鄉下話跟她說話 孫子就OK,Yes,Not No 其實沒有用複雜的英文 但我會突然反省一下 原來很多家長都是這樣做的 她是會跟小朋友說英文 而不是說中文 那變了有什麼後果呢? 這個婆婆純粹是兩孫婆 其實她的家長 是不是應該教小朋友 對著婆婆的時候應該說中文呢? 而不是應該說英文呢? 因為婆婆是不懂英文的 所以你是不是要遷就婆婆呢? 而不是一個自以為是說英文呢? 好像很威風呢? 為什麼現在那些小朋友這麼崇洋呢? 原來從我們小時候 已經被培養 英文是高人一等 因為她的家長經常覺得 咦? 我怕她英文不行 所以就算家長跟她聊天 都是用英文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車廂裡 那些媽媽跟那些小朋友聊天 是用英文 那非用姐姐跟她用英文 就沒辦法了 對吧? 但連她媽媽、爸爸 都是用英文跟她溝通 那她就變了覺得 廣東話不重要 英文是重要 因為她媽媽、爸爸 都要逼她用英文跟她溝通 那她就覺得西方是高人一等 其實並不是 正如我在外國的表姐、表姐夫 她就一定要逼小朋友 懂得說廣東話 當然是因為我們是廣東人 所以才要去懂廣東話 如果她是北邊的居民 可能就會要求她說普通話 這個純粹是地域性的 沒有關係 她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一定要懂得說廣東話 所以就一定教她的小朋友 要懂得說廣東話 而她的小朋友 過度來香港 對著我們 都是說廣東話 除非真的說不到了 才會說一句半句英文 基本上都是說廣東話 而我表姐和表姐夫 在家裡一定要她們 用中文去溝通 因為我表姐和父母 和我表姐夫和父母 全部都不懂英文 基本上 所以就一定逼她們 要講中文 要遷就老人家 我們香港 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會覺得老人家是廢 因為老人家不懂得說英文 他們從小到大懂得說英文 聰明不聰明是一件事 他們認為懂得說 就很厲害 正如我經常都說 那些人說給別人知道自己懂得煮 所有人都懂得煮 好不好吃 我姐姐都懂得煮 問題是一個公仔麵 是變成小糊 他都懂得煮 起碼熟 是不是 他都懂得煮飯 不過不知為何 底下麵焦了 中間那些剛剛熟 上面那些是三米 你不要說他很差 這個技術真的不是人人有 起碼我姐做不到 可以分三層的米 你真是很難看到的 這個就是小朋友這麼自以為 以為西方就是好 因為他爸爸媽媽都是這麼崇洋 要學英文 要跟他用英文溝通 這個其實 是由一開始 這些家長已經做錯了 一開始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就是 三歲還是八十 是很適合的 他大概三歲的時候 某程度 過程上都成了形 之後 再發展 當然 遇到任何大衝擊 會令他有大改變 但基本上 你給他的價值觀 已經定了 所以你怎麼樣呢 你這麼小時候 你就是叫他用英文 中文他完全不需要你 你很多都是 他學中文 中文就變成第二語言 變成英文才是主力語言 有什麼為呢 喜歡我們那個政府 政府機構 以前我們中五 現在就是DSE 我們那時候都說 政府機構都是要求 你中五程度 或者就算你不要五科 有五科 都沒有用 因為他一定要中英數合 其實中文是一個重要的一話 但很多人都覺得 中文我從小到大都說的 有多難 但你要問一下 現在時下的年輕人 有多少個真是可以用白話文 去寫一篇文章呢 有多少不是夾著廣東話去寫呢 其實少 但白話的人是什麼 其實如果你懂普通話 基本上你的普通話 就可以寫在那篇文章上 當然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普通話都會夾著一些 叫做廣東人的名詞 以前他們的普通話就是 空調 我們就叫做冷氣 所以現在普通話裏面都有冷氣這個字 那其實是不是空調等於老套呢 又不是的 其實他們的空調是有冷熱的功能的 所以叫空調 因為在香港沒有而已 但你看到有些什麼冷暖機呢 其實就是內地空調來的 因為內地就有這些所謂的冷暖機 我們香港只有冷氣的 所以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他們是沒有錯的 那我這部 我這部 涼風機呢 它都有熱風功能的 只不過夏天 你是不會開熱風功能 那你香港冬天又不是很冷 那你又沒有什麼必要要開 所以其實是 不是上面老套 是大家文化不同 那究竟 作為父母的 有多少會真的教他內地的文化呢 即是不要說 內地文化是一定差 不是 內地的文化是我們的根本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要了解歷史 當然傻姐不敢說 不敢吹噓 你知道傻姐的歷史差 媽媽都不能認得 因為我讀皮科 加上我自己本身對歷史都一般有興趣 即是我不是很喜歡背仲的人 大家知道 香港的教育就是背仲為主 尤其是歷史 你是無需要理解任何東西的 那一年 你就背了它就可以了 歷史程序背了它就可以了 朝代背了它就可以了 你什麼都不需要理解 沒有原因的 所以其實 不要說歷史 我們要理解我們中華歷史 是至少我們理解我們的中國文化 有一些東西不是老土的 你最簡單的 你了解我們的孫子兵法 其實孫子兵法 或者是一些儒家思想 是一些智慧精華 你無論去到什麼時候 都是合用 當然啦 你說飛甲傳書那些 這個時代就不合用 但是很多東西 都是合用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我們現在 中國的很多領導人 都會是 跟以前某些思想家 或者是一些私人 或者是一些大文豪 外國的大文豪 就是文學家 所說的東西 其實到現在都合用的 所以我們是否需要理解一下 不是說外國不好 不過你現在看到外國開始慢慢沉的時候 你就應該看一看 他們是否真的 究竟是出了問題 還是這個只是 社會的變動 經濟的周期 那你後來 真的細心研究 你就發覺 這個不單止是經濟周期 就是我們以前讀經濟的時候 就會說大概五年 十年就有一個大周期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看美國 不是一個經濟的周期 問題不是出於經濟周期 如果是經濟周期 就是它熬五年或者熬十年 就會重新起來 沒有問題 現在出於什麼 整個經濟架構 其實香港現在的經濟架構 就是香港人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跟美國 和西方那些 就是顧布子豐 只是看自己眼前那一碟 它不會想一下廚房怎麼煮出來 總之廚房煮出來 好吃便可以 是 這個是事實 但是你不知道 裡面廚房怎麼煮的時候 你他人 沒有了這個錢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自己煮呢 你是不是還想著 還有錢去 什麼呢 去喝茶吃飯呢 不是的 當你時勢不允許 你再有錢的時候 你就要考量自己 自己是否要下手下腳去做 自己是否懂得做 就是現在薩姐 一個人當然是開心 又暫時都還賺到錢 當然可以到處去吃飯 但是如果他日薩姐真的沒有錢 是要靠中患或者年紀大了 沒有辦法 要靠老人福利金 那時候是不允許薩姐到處去吃的 那薩姐要自己煮 那薩姐有沒有能力自己煮呢 那是有的 現在是你懂得煮你不煮 和你不懂煮 以後才來學 是不是可以呢 那現在中國就是 我們國家就是看到 外面的人 的問題 而他現在不斷糾正 他現在在所有未發生之先 在糾正一些錯誤的觀念 現在好像追星文化 這些錯誤觀念 其實追星又沒有說錯的 但是打賞開始要打擊了 而且開始有什麼網騙 不是叫網騙的 邪術 因為有一個挺搞笑的 就是有人叫一個網紅 那網紅當然賺到錢 就叫他給四十萬打賞 叫他即場卸妝 他即場卸妝 然後馬上走了七萬個粉絲 那當然好嚇人 但是你要看一下 這些打賞是否合理呢 四十萬打賞 要他即場卸妝 那土豪行為 是不是應該鼓勵呢 其實現在內地 是逐步逐步做回這些 但是當以前 我們經常說內地人是土豪 沒有文化的時候 那沒有辦法的 那時候經濟起飛 中國只要顧點這個系統 經濟系統的時候 就已經很出盡力了 而你要知道文化並不是說 一天兩天就可以變好的 你看我們崇洋媚愛那些高官 回歸了二十多年 那些高官有沒有變過 有沒有變了外國 口頭說愛國 但是他們的心是不是外國 不是嘛 所以你說一年兩年都變不到 他們二十多年回歸了 都變不到 那你怎樣要求 國家的人 十四億人 可以即時變得很高尚 很有文化呢 其實不會 還有有沒有文化 其實是看你怎麼看 你美國沒有討好嗎 你看一下杜拜那些討好 但是為什麼你不說杜拜呢 印度也有很多討好 你不說是印度的 印度的討好 難聽一點說那句 隻手遮天 印度不是討好也可以隻手遮天 只要你是男人也可以隻手遮天 周街強姦女人 你不出聲 你看一下特離譜 有 克林頓 有誰 不是婚外情 周圍搞女人 你又不說他 所以我覺得這些根本就是 由小到大 就是崇洋名愛 我個人做甚麼都對 我們國家做甚麼都是錯 現在中國收緊 就是打賞文化 追星文化 那些 你又說好像打壓 那你想怎樣 其實是對的 你是要 內地現在是說要理性消費 理性消費 就不是說你一定要有需要才去買 也都包括這些追星打賞 你可以打賞它 但是是不是周圍拿錢去打賞呢 一刻十萬八萬去打賞呢 或者幾千元去打賞呢 不是 他亦都說明 不去不允許 開始現在就不給個人名義 那些排行榜 你看一看韓國那邊 他為了排行榜 很多人買很多明星的周邊產品 幫他推高點擊率 買榜 很多這些 有些是粉絲買 粉絲幫他幾十個電話 幫他點擊 有些呢 就是自己公司幫他買榜 這樣就可以推高那個藝人的身價 這些文化不可取 而亦都這樣說 現在內地並不鼓勵這些打賞文化 因為太容易了 我只要在網上說幾句話 將雷鏡變一變美麗 就可以拿 可以拿很多打賞 那不就變成了個人都做這些 找雷鏡Apps有多難呢 你看到難聽說幾句話 可能說兩句普通話 說自己香港人 說兩句普通話 說自己外國 然後有個雷鏡變美麗 可能就很多打賞 那你要想想 當這些東西成風氣的時候 還有誰努力工作 其實韓國現在面對一個很難的難題 我們國家領導就是看到這個問題 但韓國它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這樣的思想已經入骨入血了 所以我們國家就是不想這樣 趁現在未去到最嚴重的地步 斬了它 韓國有什麼入骨入血呢 就是偶像文化 入骨入血 差不多三成的小朋友 他的夢想是做偶像 三成 三十個百分之人 他的夢想是做偶像 是否其他七成的人 是願意去下手下腳去做飛機師 教師那些 又不是 飛機師教師那些 其實很少數 是不多過三成 可能是幾個百分之人 其實大家知道 有很多可能是說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還未知道 但有些是小學生 已經說自己 三成小學生 已經說自己想做偶像 小學生 我計你小六 都是十二歲 他們已經想做偶像 有些爹地媽媽 為了她的小朋友去做偶像 九歲就推進去跳舞班 跳得很厲害 你看到有一個韓國的 好像 忘了叫什麼名字 小朋友幾歲就已經跳舞 跳得很厲害了 整個舞步已經跳了 幾歲 將來一定做偶像 因為現在已經紅了 九歲已經紅了 紅遍天 四五歲已經紅了 開始跟偶像一起跳 你想想 每個人都想做偶像 還有誰去做普通行業呢 而且做偶像的 懂的是唱歌跳舞 不是說差 唱歌跳舞 但是變相 他自己應該懂的 就不懂 記得那時候有個AOA的成員 被人罵到一隻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問 某一個韓國人 是 是什麼呢 原來那個韓國人 就是一個 韓戰的英雄 但是他們不認識 直接說不認識 然後另外一個人在查手機 究竟是什麼人 那個偶像就說不認識他 結果就被整幫韓國的民眾罵他 有沒有搞錯 國家英雄你都不用 這樣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相信很多 所謂偶像 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浪費的時間 他讀書只是為了完成他的責任 可能要讀到中學畢業 所以他就真的要讀到中學畢業 但他經常都會走堂 正如他們有些叫做 藝能學校 是專門給那些偶像去讀的 就是可以走堂走得很厲害 總之你能夠感受到 就是那個 上學的日子 就是最少的上學日數 考試又可以的 那就可以畢業 當然可能考試就簡單很多 所以他們可以一邊做活動 一邊上學 有這些學校 你想想他走堂走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他能夠學到些甚麼 當他要準備做偶像 或者要進去做練習生的時候 他除了上學之外 其他時間 他都在學唱歌跳舞的時候 他還有甚麼 所謂能力去學習其他新事物 還有甚麼能力去知道其他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如果他做不成偶像 可能最後出來 是甚麼都不懂 又或者他出不到道 之後他又是甚麼都不懂 那可以做些甚麼 所以我們現在中國就是 要打擊這些 不要等到每個人都想做偶像 要真是有一個實質的經濟 現在韓國基本上有甚麼實質經濟呢 當然大家可以說Samsung這些 但佔最多的是甚麼呢 偶像行業 偶像雙邊 所以他們當偶像是一個商品來的 他們不會要偶像的腳濕水 除非真的拍MV需要 否則他們是會揹個偶像 不讓他的腳濕水 偶像是品牌代言 這些軟錢 他們是賺這些軟錢 然後就是旅遊 做偶像是要甚麼 整容 基本上是這樣的文化 但有沒有一些很厲害的工業產業鏈呢 又沒有 如果你今次新冠疫情 韓國不要說爆到好像印度 你爆到美國這樣 韓國都頂不住的 告訴你 你爆到好像澳洲 英國那樣韓國一定頂不住的 不過幸好韓國人是習慣了戴口罩 因為他們習慣了偶像文化 沒有化妝的戴口罩 所以 變成沒有打爆得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國家看到別人的不好的 我們去做一個更好的完善規劃 我們先走幾步 就被人說這個管制 難道我們要等到好像美國這樣 那時候你才說 或者等到韓國這樣的時候 你才說有沒有搞錯 這樣嗎 我不明白走先兩步 看得更長更遠 為什麼不行呢 是因為我們本身 我們香港的人 根本就沒有前瞻性 根本就沒有看到別人 做得不好的事 而改善我們自己 一直只是看著我們自己面前的事 所以就沒有這些 我覺得未來的如果真的要生小朋友 真的要考慮一下 是否要給他多些中國文化的元素 不要每次都以為方死去英文不行 就要不停地跟他用英文溝通 問題是你 聽說一句 阿太太你自己英文都不要 不要裝模作樣 你是裝模作樣 在車廂裡跟兒子說英文 這些能回家才教英文 在車廂裡表現你的英文 問題是你又不是聰明 是否這樣說 這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